大家好,我是瑞 现在呢,是初秋了 德国的初秋呢,早晨也开始凉凉了 还有一丝凉意 所以现在早晨也要穿得多一点呢 今天呢,我们要去看看 另外的一片西式的花园 跟咱们中式的花园风格完全的不一样 看看 走在早晨的这条公园 公共公园的大道上 一面铺来的是一阵阵月季的芳香 大家看见左边这一侧 就是一厨厨的月季 月季花下的呢,下面呢 是一片景天 是一片的景天 开得非常茂盛的景天 看看 是不是 这一片的景天呢 长得非常的粗壮 上面的月季 粉色的 粉红色带一点点黄 非常浓郁的月季的芳香味 旁边这一处月季 比黄色浅黄色 看着很喜人很娇嫩的 有的已经开始卸了 在形成 种子 看看它的果实 月季的果实 花瓣已经开始掉 但是下面它的果实在形成 在旁边呢 这粉红粉红的一树 很大的花朵 粉红粉红热热的花瓣上 还点缀的星星点点的深红色 这个月季的味道相当的浓郁 粉香粉香的 看这 抽近了一看呢 在花瓣上还有小小的露珠 还能看见小小的露珠 一会儿太阳再升高一点 温度再升高一点 这个露珠就会消失了 我们再往前面走一走 一旁是一树大大的芒草 下面呢是树微草 树微草的后面呢 还有类似一项木棉花 小的草本的木棉花的 这样的花 粉红色的花瓣 或者叫紫红色的花瓣 黄色的花蕾 这也是一种观赏价值非常高的植物 而且它的花期也挺长的 我们顺着这条道再往前走一走 这里呢有一株玫瑰红的 这一株玫瑰红的呢 这一株应该是玫瑰 因为它的花瓣非常的繁复 有一点点像我们之前介绍过的突厥玫瑰 但是呢它比那个玫瑰有稍微 花朵要稍微大一点点 比月季花的花朵呢 要稍微小一点点 我们来看看 晶莹的露珠虽然小小的 但是使这个花朵 生动了许多 凌冻了许多 甚至一叶片上也能看见 这个小小的 星星点点的露珠儿 尤其是这一朵要开不开 正要开放的花苞 还有它旁边的这一株粉红色的 在阳光下甚至显得有点带白色的了 有点反光了 我们也是抽筋了一点点来看 才能看清楚它的 粉白色的 花瓣上的 晶莹的小露珠 在顺着这条道往前走 这个细细的 像草一样的 我们称之为芒草 它通常是西式园林里的 花卉之间的 一种点缀的植物 橘柯的一种 这种菊呢 会一年比一年 发的越多 大家看看 从上眼看 就这么一株 但是可能明年后年之后呢 它旁边 它的根系呢 从它的根系发展出来 会发展的越来越多 而且这种菊呢 一般种在土里之后 基本上不用再管它 繁殖能力和生存能力都非常的强 管理好了 这种类型的菊呢 它会成为爆款 爆棚 我们再接着往前走 这里呢 有一株野生的玫瑰 我们称之为原生玫瑰 但是现在已经过了它的花期了 所以它现在是 大家看 这就是野生玫瑰 原生玫瑰的种子 在过一段时间 天气更冷了之后呢 它的种子会变得更红 红灿灿的 一直挂在枝头上 或者持续到来年的春天 甚至于夏天 所以不仅仅是欣赏它的花 就它的果 也蛮有观赏价值的 再顺着往前走 看看眼前的这个 是不是蛮熟悉的 是不是很像儿时 我们在乡村里 田野边 或者是山上看见的那种八毛草 所以西式花园里 它不仅仅有花卉 通常呢 它也会相间的种植一些草类 做搭配用 红花需要绿叶配 花卉植物呢 也需要一些草类来相配 顺着再往前走 大家看看这一片 这个公共地带呢 除了花卉之外 大家看见这一片 高高低低的 这也是小孩子玩的地方 这属于Speed Plaza 儿童的迷你玩耍的地方 我们再来看看这前面 还是有溢出的菊壳 因为现在秋天了 正是菊类开花 正是菊类开花的时节 是菊类开花 然后再来看看 是菊类开花